就去Node里面去进行试一下 看一下改的东西 这是我们改的东西对吧 然后NPM RunDev我们试一下 OK 那我们刷新我们的页面 然后到这个Redisitor 好 打开控制台吧 主要看这个网络请求 好注册用户 比如说我们注册一个账三 然后用户名可用对吧 Exit这个请求已经发出了 用户名为存在 这个我们上节已经演示过了 密码比如说123 重复密码123 性别男 两次密码一致 这是前段做的 两次密码比较是前段做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注册 我们看一下右侧 点注册 好 后面注册成功 请登录 哦 它已经跳着了对吧 那我们这个请求还留着 我们看一下 呃 请求的这个 API user releaster 这个接口 然后preview 返回 就是返回 呃 返回为什么这没有啊 Response 可能是因为跳跃的原因啊 跳跃的原因 但它返回一定是返回一个 Aron number等零啊 要不然的话 它跳不过去啊 对吧 可以我们前段的网络 它跳不过去 登录这个注册这个地方 登录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实现 所以登录没法演示 我们可以再回来 再回来我们再去注册账三 大家看行不行 大家看这个地方已经写了 用户名已存在了对吧 通过这个接口就已经拦住了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输入123输入123 点注册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说用户名已存在 你前端就拦了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实验方式 就是前端 看着用户名已存在就直接拦截 不让你去点 不让你去进行注册 就从前端就拦下了 那如果是前端拦不下能注册的话 前端拦不下真正到了后端 它也会命中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一步返回的应该就是这个 注册用户名已存在的这个信息 所以说它肯定绕不过我们这个坎去 即便是它这个地方 我们忘了写了 它也绕不过数据库里面 这个用户名唯一那个坎去 所以说我们的数据永远是 至少从用户名是唯一的 不重复的这一层面来说 我们的数据永远是安全的 OK 用户名是安全了 密码呢 那我们顺便就看一下数据库 打开 好 我们看一下 查询数据库 我们还要用一下这个这个数据库 然后查询数据表 好 大家看已经有了 是吧 Bugname的张三 Password也是张三 makename就是尼称 尼称我们说过 如果没有尼称就去用户名 也是张三 Gender就是一 是吧 那Picture和City就是Nut 就是空的 WritedAt和UpdatedAt 就是它自己填的当下的时间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密码是不是安全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 密码我们不能用明白来存储 对吧 我们接下来肯定是要做那个 密码的一个加密的存储 所以说我们本节就要做一下 这个密码加密的存储 给看一下Nutdns里面 比较常见的加密方式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加密很简单 就是我们加密只需要我们出一个加密的函数 然后我们在这个Controller里面 我们在Criture的时候 用户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Password给它加密就行了 其实就这两步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两步去写一下 然后我们先把别的关掉 只留这个Controller 然后其他的先关掉 然后我们到这个SRC下面有个有趣的 Utls Utls下面只有一个Evanement 叫JS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大家有印象 对吧 好 就这个文件下面 我们接着建一个叫做加密的一个JS 叫做Crypt JS 先把注释给写上 加密方法 好 写上你的名字啊 首先我们要把Crypto 就是 Nordx里面 它自带的这个加密模块给引过来 这个不用安装啊 写错了 Crypto OK 然后我们要定义什么 定义一个密钥 密钥 这什么叫密钥啊 我老是说说密室啊 如果你听到有密室这个词 其实我说的就是这个密钥 其实就是密码 所以这个密码呢 跟我们之前 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Apps.js里面 我们做登录的时候还定义过一个密码 这个地方 所以跟这个是一样的 内容不是一样的 就规则是一样的 是要代表写字母什么的 尽量的让别人来破解一些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不能跟这个定义一样 如果是这个地方的密码 和这个地方的密码定义一样的话 那有可能一破解一个 那其他人全破解了 所以说我们为了更加安全一些啊 Secret K 复制成什么呢 Secret K 我们自己写一个 随便再自己写一个 OK 就这样吧 这样 然后我们要定一个什么呢 要定一个叫做 MD5加密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输入一个值 要执行一个MD5的加密啊 MD5加密 所谓加密就是给一个名文 然后出一段密码了 对吧 它是用MD5的这种加密方式 说到这儿之后 我们先保存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当前的这个密钥和这个密钥 给它放一块 对吧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这是我突然想起来的啊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就是直接放在我们那个什么呢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品费 然后之前被我 Kinstinct什么 就是Kinstinct是放一些长亮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莫连头像 对吧 我放一些长亮 头像给大家看呢 我看一下 就是莫连的一个头像吧 这经常见 就每个的这个密钥呢 它都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长亮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Cfig这个地方 我们新建一个叫做 Secret Piece JS 好 密钥 密钥 密钥查亮 好 拆出一个配置 我们就直接导出就行了 导出里面 我们要 现在是有两个 对吧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 SecretKey 我们叫 Crypt Crypto SecretKey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 然后 让我们这个CryptoSecretKey直接从这儿去引用过来 凭费一个 然后SecretKey OK 那就不用定义了对吧 那就直接去用 等会直接去用这个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迷药 放存一下 然后 同理我们要把这个去Section 那个SecretKey从这儿去引用过来 凭费一个SecretKey 好 这个要我们要写在这儿对吧 它是一个宿主嘛 所以就符合它的形式就行了 好 这样的话 大家看是不是就更加清晰一些 我们把所有的密药都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 谁去引用 谁又去用 对吧 好 我们关掉之前的 这算顺带一个修改 对吧 因为我们写到这儿了嘛 因为我们之前只有一个密药 只有一个密药 我们就这么写了 但现在有两个密药了 有两个密药就说明 我们应该去给它规制一下 就不能让它这么散乱的人 要不然的话 我们比如有三个密药 有四个密药 这样的话就不好管理 对吧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密药都放在一块的话 这就很容易管理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下MD不怎么加密 我忘了写四个参数 这参数的话 注释可能就不一样了 好 Stream 明文 Content就是明文 对吧 然后 CinstMD5 复制成 grip到 .create.hc 然后里面传入一个 MD5 这是现有的一个方法 然后里面传入MD5 是一个形式 然后 return MD5 updat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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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传入一个16进制 hacks是16进制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产出的密码 它是以16进制为单位 那个一个产出值 OK 这是我们整个的MD5的加密方法 最后呢 我们要产出一个函数 就是这个加密的函数 MD5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工具函数 我们也可以写一个下滑线 是一个工具函数 好 最后我们产出一个 比如说叫doCrypto的一个 产出的一个函数 doCrypto 然后 也是content content也是一个 明文对吧 strand 明文 然后 这是加密的意思 加密方法 好 加密之前 我们先定一个模板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模板叫 password 等于什么 等于 content and key 等于 叫 Crypto Security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个MD5 给用上了 对吧 怎么用上呢 我们就这种方式给拼一下 就把这个MD5 和我们要加密的名文 通过这种格式给拼一下 拼一下之后 一块加密 returnMD5 strand 把这个拼一下之后 就连同 明文 连同我们的密码 这个明文 加上这个密要 我们一块拼一下 拼出这么一个 粗活串来 然后直接去塞给这个 写错了 这么写 直接塞给这个MD5的方法 然后直接去加密一下就好了 最后我们 model expos 返回的就是这个 doCrypto 这个方法 OK 这就是我们加密的方法 对吧 好 加密的方法 我们用完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在 content里面 去引用一下 utel utel crip 叫js 然后 在注册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 要怎么写呢 要 直接去把这个密码 给它加密一下就行了 对吧 就这么写就行了 OK 就到这就结束了 然后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再注册了 因为照片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注册一个叫里次就可以了 刷新 里次 OK 用户名可用对吧 密码123 密码是我输的123 然后123 好 点注册 好 注册成功 请登陆 我们回头看一下 数据库里面 好 大家看一下 之前是123对吧 然后现在呢 就是已经是一个 就是每一位都是16进的一个密码了 就是 比如说 万一我们的数据库遭到了攻击 或者说 因为某些不可控原因 比如说 你的数据管理不是很到位 然后某员工离职 把你的数据库给备份一下 然后拷贝走了 对吧 这种情况 如果是你的密钥管理妥善的话 它是 解不出这个面文的 它是指导一个密码 所以说我们的密钥 就是我们 这个文件一定要妥善管理 OK 这就是这个密码加密的过程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用户名也安全了 不会重复 我们的密码也安全了 也安全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删掉吧 第一行删掉吧 因为你现在是 刚才第一行里面 张三的这个 password是个名文 名文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改成了个密码 这个密文的形式了 对吧 我们接下来做登录的时候 我们会有密文的形式去对比 所以说 之前是名文的 可能会在登录的时候 会受到有点限制 所以说我们干脆就删掉 如果说需要我们 在什么时候注册就是了 好 我们看一下PPT里面 密码加密已经讲完了 最后呢 我们还剩一个叫 用户信息认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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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